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造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小虎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 谁说的 弟弟我在读诗 哦 为什么 因为地球70%的地方 都是海水啊 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够爱护它 总是去捕捞鱼啊 什么的海洋生物 还有乱丢塑料袋 对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请大家爱护海洋和海洋生物 那什么时候我才能去海边呢 我也想去 高考第二天 九岁的小姐姐小雯 竟然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不是应该三年级吗 对啊 可是他爸爸从小 让他在家读书 自己教他 叫爸爸还是叫老师啊 爸爸老师吧 反正现在才九岁 什么语文啊英语啊 全都学完了 可以考大学了 天才 最主要他爸爸也是天才 很小就把书读完了 好在我爸爸不是 我们爸爸是大玩具 年龄这么大还在玩 my god 而同学融播还在继续 明天就是端午节啦 要吃粽子 对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明朝和清朝 粽子是最好的东西 为什么 那时候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考试前 一定要吃包的又细又长 长得像毛笔的粽子 我没见过这样的粽子 人家受含义的 是考试必重的意思 我听不懂 因为你读书少 姐姐 明天我不让你吃粽子 儿童西部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我是小午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